為什麼門可以很動呢? 一動就散了 不是啊 是因為這一棟這麼簡單的場合 一樓、二樓 牽涉了很多不同的 很多不同的owners 很多不同的房東 曾經很長一段時間 下面是一批人擁有 上面是一批人擁有 他們不可以出入 那怎麼辦呢? 就是 你有張能計 我有過場梯 這些就直接不懂 然後就可以 所以他們要這樣 不知道怎樣爬上去 然後走到二樓 然後拿東西吃 又要很辛苦 所以他們要想很多計劃 怎樣運送食物上二樓 但他們霸場在那裡不走 然後又不讓他們出來 很多這些好笑的事情 有人正在做過那些論文 你上去Google可以找到的 我查過一張 裡面的論文 The Leather in the Holy Spirit 就是Poker in Jerusalem 整篇十幾頁的論文 就是講了這套梯的來歷 我們很快看這張照片 現在這些建築文是屬於哪個擁有 很多不同的 他們是屬於以色列政府擁有的 不是政府的 不是政府的 但自從以色列立國之後 那些秩序好很多了 因為以色列很懂得做生意 所以他們要不要吵架 然後大家講好話 然後開放給遊客 最重要的是三項目 就是開放給遊客 如果有某種形式的筆錢 我們就沒有給到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已經給了 還是怎樣 好 這裡進去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幅圖畫 這幅圖畫描述 耶穌在十字架上 拿下來之後的景象 這二樓就是最重要的一塊石頭 這兩塊長方形的石頭 表面上基本上是很平滑的 就是相傳 一個典型就是大約一隻幾乘五隻幾 相傳一些這樣的石頭 就是用來處理屍體的地方 基本上是一張桌子 一張石的桌子 相傳就是這裏 那些藥室 阿里馬達的藥室 就是在這塊石上面 是包裹耶穌的屍體 所以當然是最神聖的一個地方 我們就近一點看一下 各個遊客都要真酸空後的賣去 摸一下這塊石 你看一些贏的手 你大概會猜到 小過這張牌 當然 如果耶穌真的在這裏登十字架 當然 處理屍體的地方 不會離十字架很遠 而且 埋葬的地方 當然離處理屍體的地方 是很接近的 所以這個教堂 就是所有基督教派都覺得這麽重要的原因 就是耶穌在這裏登十字架 在這裏死 在這裏懷葬 在這裏包裹他的師弟 當然也是會員之在這裏復活 這個是其中一個的傳說 又是康斯坦丁多時代 一直流傳到現在 都說是這個地方 直至到幾十年前 我們再看看幾張照片 在這個教堂裏面 一些在街上的食物 阿拉丁神燈 一邊走的時候 市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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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很典型的中東地方的pastry 看見都頗漂亮 很想買 幫我們有 已經包了食物 所以沒有買 其實是這麽大一塊 這裏有一個壁畫很有趣 這裏在離開這個聖殿 不是很遠的地方 就是耶路撒冷的古城 耶路撒冷的古城 在1967年內 戰爭之前分開東西 所以阿拉伯區 大部分是阿拉伯區 小部分是猶太區 自從1967年之後 就統一了 所以兩邊都是以色列的統制之下 但是仍然分開 一邊是猶太區 一邊是阿拉伯區 阿拉伯區的店舖 和猶太區的店舖 是截然不同的 他們發現 有些古跡 相信前面的柱是古跡 那時是聖殿的下面 隔壁的一條通道 由撒冷古城的通道 他們在這裏畫了一幅壁畫 描述當時 就是2000年前的街景 或者是很逼真 和那個大小 是和真容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一會再回來這張 有些次序有些調斷了 這裏就看到壁畫 壁畫後面是嗎 這些柱是真的 這些就不是模仿的 所以他把一些 新家人工的東西 上面建了一些屋頂來 保護他們 還有舊時幾千年前的故跡 一條很重要的大街 就是上聖殿的那條大街 OK 所以描述的情景 那 因為他的尺寸 是和真容一樣的 所以他是故意給你這樣玩的 而現在認真 有沒有留意過 我和這個鴨伯在這裏 在交易中 哈哈哈哈 但是這個鴨伯就是幅畫來的 這個小孩就是幅畫來的 這個是真 這個是我的真人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什麼叫劉郎 帶著 Baseball Cap這個呢 這個小孩 是幅畫 裡面的一部分 真 不是這個part of the one 只是 其他一部分 但是他和這個小孩 是女兒在玩的 所以 所以 耳架戀真 可以給大家略攜一下當時的街景 還有賣的東西 有個Faceball Cap 的 OK 好 我們去看看幾張 先讓大家看看 這個呢 這裏呢 就是耶路撒冷的古城區出來 我後悔沒有拍多幾張 讓大家看到它的對峙 其實這裏 這裏呢 就是阿拉伯區那些店 賣一些香料 賣一些比較粗造的藝術品 那樣 就好像我們去 去 Ciwan Ciwan 去Garman District 等等 那些人又比較兇死 我問他 我不應該問他 其實我拍了才算 但我問他 我可不可以拍一下你的香料 堆到很多顏色 一堆堆 那些都說了 那些人說不行 那我沒有拍到 但是我們走一走 一轉了一個彎 真的轉了一個彎 就是離開十幾尺 那些燈色完全不同了 原來他說 這裏呢 就是猶太區的店 猶太區的店 一看那些是精品店 進去 看看 這條鏡筋多漂亮 那些屎巾多漂亮 摸到很漂亮 問問他多少錢 六百元美金 所以 原來發現我的味道挺好的 一元那一條就是六百元 那我發覺 我去購物 如果你想帶我去購物 你想買貴的東西 我都挺準的 通常拔出那件 都是最貴的那件 哈哈 那你怎麼賣到的 當然沒有 六百元 留給你 留給你 就去買給你老婆 所以 雙隔只有十幾二十隻 轉個彎 有很多的行業 是啊 全兩個世界 一些就是 雜物舖的感覺 另一些就是 游客才是 起高價的本地人 不是啊 那邊有生意 六百元 有 有 有人去購物 真的漂亮 這條鏡子 一來一看就這麼漂亮 這條鏡子 一拔出來 所以很多人買得來 很多人買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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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多一些街景 好像 好像 多一些街景 多一些街景 不是 這些 這些 遮頭巾 剛剛上星期才有一段新聞 遮頭巾 就是 阿拉伯 巴勒斯坦人的特產 對不對 那時候阿拉伯 阿拉伯 死了不是幾年 不是很多年那個 混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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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所有人都是 一模一樣 這種頭巾 但他們最出名的這種頭巾 因為他們藍了十幾十年 所以全世界都 懂得一種這樣的頭巾 但他們全部是黑白的 但最近 上星期一段新聞 說那些巴勒斯坦人 喜而抗議 抗議什麼呢 最近這十年八年 做頭巾生意 被大陸搶走 大部分都在中國 因為他們是最基本的 是少數的唯一一種手工業 巴勒斯坦人 他們連自己特色的東西 都被人搶賣 那一段新聞就描寫 有一間巴勒斯坦的廠 怎樣跟大陸是爭過 保持它的特色 然後創新一些不同的花紋 但是很難長期不能爭 除非你是故意保護主義 大陸的成本 可能是巴勒斯坦人的十分之一